朋友们好,我是三妹 现在大家看到我们楼顶菜园正放下这个遮阳网 因为听说这个台风马鞍有可能到我们这里 那么这些防虫网的话也得把它放下来 如果有台风来的话是会吹飞的 所以楼顶菜园所有有可能被吹走的东西都要把它放下来 这个苦瓜也要摘 那么这个西瓜刚打了一个瓜 到时候可能很难保得住了 如果有台风到的话西红柿也已经开花 这个防虫网的话也要把它放下来 这棵茄子树开了花也长了好多的茄子 如果有台风来的话也很难保得住了 然后这个乌龟的话现在还是有太阳光的 我们已经放下了这个把这个防虫网放下来 太阳晒得到这个乌龟 它们正在这里玩耍 那有太阳光晒到的这个乌龟 养乌龟的水呢都是绿色的绿水 很健康的水 这边已经放下这个防虫网了 这个菜白菜准备能吃 你看风还是蛮大了现在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台风到 我们都放下这个防虫网 西瓜这边看等一下要把苗落下一下 那这边的这个苦瓜苗 我们先把它放下来先 要不吹吹的话它也是断了 趁着现在还没到这个台风 现在还有太阳 但是时不时有一阵风过来 我们先把这个苦瓜苗 先把它放到放下网了 要不吹吹它就断了 把苗放下来之后 这个西瓜苗这边的这一行西瓜苗 长得不是很高 我们也把它放下来 也防止那个台风来的话 把它吹断 看有没有作用的话 以防措施先做吧 放这个短一点的西瓜苗 这边高的话呢 是比较难放的 这边高的已经结了一个瓜 比较大的一个瓜 真的希望没到台风 那现在是有台风雨了 有些雨风不是很大 你看这一池的菜 已经可以吃了 这个花 这个白菜 这个菜心 都把防虫网放下来 那这些呢 也已经是问题不大 这个菜苗还没长高 菜籽底下的乌龟的话 今天下雨 乌龟不是很活跃 你看这些墨龟 就是草龟 这些养了吃八年了 但是草龟 是墨龟的话比较小 而这个石龟的话 就比较大 有五年 那昨天的话 我们喂这个乌龟 昨天温度高嘛 它就是 吃这个 这个龟饲料 还是比较活跃的 你看各个出来都 抢食 是一吃的沥水 这个也滑滑梯 一样滑下来 吃这个 乌龟饲料 每天就喂一次 因为我们楼顶菜园 用这个养龟水来淋菜嘛 之前的视频 也不断的 跟朋友们分享过 养龟种菜这种模式 那我们今天的话 把这个防虫网 把它卸下来之后 今天下了雨 台风没到 但是有点台风雨的 你看雨下下来 乌龟呢 今天都不是很活跃 温度稍微低一点 那今天就不打生胃了 你看给它吃 它都不愿意吃 就是温度稍微低的话 乌龟不怎么进食的 所以乌龟不喂一两天 也不会有事的 所以今天就不喂了 那该做的防台风的措施 我们也已经做了 几十万台风 不要到这里就好了 朋友们 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让我们下个视频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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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